今天頭髒冷的臺灣來看以前相關的消息 華連張惠布來團主說每一間大片 的基金社都會不滿 救護車在這個中檔 正面上去民旗基金 不過每一間民旗基金社都不滿了 又讓另外一直跟指揮中心電路 要是跟民旗相關的朋友 本局每天受理的救護勤務的急救量 大概每天都是在平均60件左右 但是昨天報算到80件 5月份我們的確診患者求救119的數量 能高達450件 相當於是今年第一劑三個月總量的10倍 這中情形發生一個二三月到四點 華連四大比 同時都有一般急救到 相關確診的民族 不過因為受確診比人家的大層人 所受罪 才會造成沒辦法再受 來講的話 我們這種分流 希望這個病人如果不是那麼緊急 其他醫院可以說這種都暫時狀態 其實這個制度一直都有 而且限定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會解除 但昨天下午因為比較緊繃 所以兩個小時沒辦法解除 華連觀衛生局強調 將肌診患者大部分也是一般急救 醫療量量量也有夠 目前來講 這些個案應該都不屬於 我們的所謂的新冠病毒的個案 那新冠病毒個案其實它在確診之後 在住院的這條路徑上 那我目前就通暢 不過對小鳳教所提供的資料來看 華連的肺診結局不完事 開始有增加增加 每一間基金的醫護人員都在 這條路徑上的肺診結局 會越來越明顯 記者綜合佈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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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據